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今天NBA公布了昨天雄鹿与凯尔特人之战的裁判报告 确认在比赛的最后两分钟 共出现三次错漏判 其中两次对绿军不利 包括最后0.4秒判给字母哥的那次罚球机会 第一次漏判发生在中场前1分26秒 当时字母哥防守3秒为例 裁判未做吹罚 第二次就是那次汤普森对字母哥的犯规 裁判的判罚给了字母哥两次罚球 让雄鹿有机会颁平比分 但按照裁判报告的解读 汤普森和字母哥都试图通过合法的方式接到边线罚球 他们的身体接触应被认为是偶然事件 裁判通过录像回放 回顾了当时的情况 但犯规本身并不是一个可检查的问题 而在随后字母哥执行罚球期间 泰斯竞见过早 同样遭到了裁判的漏判 最终 凯尔特人以122比120一一分险胜雄鹿 赢得开门红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